我們現在這個案子在新竹 新竹最大的特色就是風 酒降風 然後再去觀察很近代大概這30年內蓋的房子 大部分都沒有把這個風去把它做進來 所以我們有時候進到屋子裡面的時候 會覺得屋子裡面的味道很不好 冬天可能沒辦法開窗 因為可能坐向開錯位置 一開窗就會很冷 夏天的時候南方開口又不夠大 所以變得很濕熱 因為很強烈的風向的差異 所以一旦布局跟購法跟材質上考量 如果沒有從這麼大的時空的節氣上來考慮的話 很容易會在某一個時間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個案子是在一個很大型的一個集合的一個獨棟住宅的區裡面 那所有的房子的在坐向上認定 一般會從道路上去認定 我們這個案子一開始委託就是兩個住宅 也是一個小型的集合 所以我們認定的關係 土地的關係 是從這個日色跟風的關係去認定 它的主向面跟次向面 所以我們反而在北向都是開口比較小 有防風跟通風的一個效果 轉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我們的每一個面 依照光線的面的表情的豐富度反而會變得很強烈 那尤其是到南向面的時候 南向面會產生很多的活動 需要靠光線跟溫暖的風 產生了這些層次不同的可以停留的板 跟不可以停留的板的這個差異性這樣子 假如你在使用大風搜的時候 會從小風搜看到你的使用的路徑 那其實就是讓兩棟的緊密感會更好一點 然後感覺像是一個家人 然後開燈的時候或者是 就像燈籠一樣光線會流出來 或甚至會流出一些聲音來 就是在使用情感上的溝通 而不是只有見面的時候才是房子的溝通 我覺得這一部分是蠻花蠻多時間去想這樣子 那房子它對話的關係很重要的是在 賦予這個人的使用行為上 必須要讓安排這個對話的效果是可以跑出來 所以我們在檢視這兩個房子 是不是能對話的時候 我檢視大風搜 必須要從小風搜的角度去檢視它 大小風搜透過這個廣場去做連結 可能就是必須要看得到 看得到人在活動都沒有關係這樣 會有一個安全感 因為它的設定是父母親在小風搜 大風搜主人在大風搜 所以它其實很希望可以看到父母親的行為 這布局也會變得比較特別 是不會是太容易被切割 可能要有某些空間是必須能夠 牆體是可以被移動的 每一棟都有這樣的特質 當這兩棟互相在檢視另外一方的時候 就其實會從這個使用行為的路徑 去產生傳達出來的這個親密感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那個使用的那個路徑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我的初衷就是立志跟環境做溝通 環境溝通其實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在於 這個地球變化這個潔氣上面 它就很大就佔掉很大的比例 我們直接面對著說人的衝擊 或大陸加上衝擊 那也只是佔一部分 所以所有的這些加起來 它就是會一個很大的一個需要學習的面 所以只要每一次都回歸這些事情來想 其實都會有做不完的事情 跟學不完的東西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的拖廠 有的 有的